台灣鴻海集團的創辦人 郭台銘9月16號宣佈 他將不會參加 台灣2020總統的競選 就在幾天前的9月12號 郭台銘宣佈退出了國民黨 儘管郭台銘當時表示 他退出國民黨 與參加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沒有關係 但是郭的舉動被外界 還是普遍地解讀為 他是要參加2020年的 台灣總統大選的 一個最強的這樣的一個信號 那麼如今 今天郭台銘已經正式地出局了 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選情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郭台銘退選之後 台灣的這個藍綠陣營之外 是不是還能夠有第三股力量 有沒有出頭的機會 郭台銘的出局是否意味著 明年的台灣大選 仍然是藍綠這兩大陣營的一個對決 那麼今天參與節目討論的兩位嘉賓 分別是美國華府美華協會的 會長蔡德良先生 那麼是在華盛頓 美國之音的演播室參加節目 在台北中廣演播室參加節目的是 台灣健行科技大學的教授 嚴建發先生 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節目的是 台灣中廣新聞網的葉博藝 好 那麼第一個問題 還是我先來請教蔡先生 這個怎麼評估這次郭台銘先退黨 這又後退選 這個選票的流向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有人就認為說是在這個 郭台銘退選之後 明天台灣的這個總統大選可能仍然就是 還會就是維持原來這樣的一個藍綠對決的 這樣的一個格局 這樣一個格局 有沒有第三股力量在當前的這個情況下 郭台銘退選就實際上想殺出來 已經是相當的不容易了 是 因為你第一個我們要了解 定義什麼叫第三勢力 那麼我們現在所謂的第三勢力是指說 不是藍的也不是綠的 那麼這個力量到底是多大 是不是就是一個 我覺得說這種規範有點太模糊了 也太牽強了 因為第三勢力是各種 只是我不喜歡國民黨不喜歡民進黨 所以我就要聽一下 但事實上這個不是一個勢力 這是好多股勢力在一起 所以他們根本彼此之間 根本沒有一個共同的這個理念 或共同的這個主張 唯一的共同的利益是 不要藍標率 那這是一個政治利益的結合 那麼這個政治利益的結合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可行的方向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但是在台灣也很不幸的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很多人的解讀 或分析對民調的分析認為 這個第三勢力 或者是說 灰藍灰綠的勢力 實際上是比較龐大的 可以說是他這個 他這個選民的組成 比國民黨還大 比民進黨還大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想說 應該是可以 我不要藍不要利 我就可以有第三勢力 推出來候選人可以贏 可是他們自己 自己之間的整合發現說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我跟連這個 怎麼去選都不知道 怎麼一起說 我提出個政見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辦法 那因此 我們從來回到您第一個問題 民調的結果是 選票的流向是什麼樣 那產生一個就是說 我既不喜歡國民黨 也不喜歡民進黨 那到時候選舉 我最大的可能是我不投票 而不是流向哪裡去 當然有一些說 我比較可能是 比較親近藍的 但是我也不喜歡 那麼可能到時候 如果是否勉強去投票還是說 但是那個人數就會減少 所以我預期的就是說 到時候除非你藍利 都覺得都搞得很 這個堅決 讓大家說覺得回去不可 否則的話 這批人呢 就變成說我不投票了 本來的這些人是在這個 郭台銘先生的號召下 變成是一個 形成一股說 我為了這個 中華民國的前途 為了台灣的前途 為了經濟 我會把這個台灣的這個 國際形勢往上提升 所以我支持郭台銘先生 那這還是可能 那現在郭台銘先生不選的話 那麼這批人是不是選擇不投票 這是比較可能的 對我來講是這種可能性很高 因為他們不喜歡藍的 也不喜歡地 他們覺得藍利 對我來講都是不對的 都是爛蘋果 所以就不願意去投票 好吧 好 我們再回到台北演播室 請教嚴建發教授 一是對剛才這個問題 就是對蔡德良先生的這個觀點 你有什麼看法 再一個就是 我們還回到這個所羅門 還有這個基里巴斯 和台灣斷交 那麼這件事 這兩個國家和台灣的斷交 特別是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如果沒說錯的話 有七個還是八個 七個國家和這個台灣斷交了 那麼這對於這個蔡英文政府來說 是不是到底是一個挫折呢 還是說他撿到槍了 拿到一個武器了 就說這樣的正好來就是促成了 他會當選 所以我想剛呼應剛才蔡會長的說法 確實這個所謂第三勢力是模糊的 因為選舉是一個現在非常專業的 需要一個組織來經營 如果你是一群烏合之眾 只是你個別的這個想法 而且這些烏合之眾加起來也不等 等於完全沒有抵觸 所以還是需要一個政黨來帶 所以為什麼後來柯文哲要成立一個政黨的一個理由 但是過去來看好像 像歷屆的這個選舉一些民調的經驗 好像大概這個所謂的中間 大概是在10%的上下 那10%的上下如果藍綠張力更高一點以後 可能會縮到8% 如果再寬一點就12% 當然我這個數字是一個月略抓的數字 所以其實就尤其這種大在總統這個層次 其實已經是藍綠 藍綠是兩大最大的一塊 那有些說中間 他的中間其實有時候有些是偏藍的 那有些中間是偏綠的 所以中間的位置其實並不大 那譬如說以郭台銘來說 他就算退以後 他算是如果他宣稱中間 其實他是國民黨是藍的 那有一部分他會拉到綠的 但是更多可能是藍的 那柯文哲因為兩岸一家親也被定為藍的 綠的根本不好有沒有接受他 所以我覺得這會越來越明顯 但是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們敢說不管這個韓國瑜 郭台銘或者柯文哲等等這些 或者王清平他們都想要倒菜 而這倒菜的這個 這個人信念跟北京是一致的 我不敢說他們之間是有什麼特殊聯繫 但我相信他們一旦出來以後 北京一定會想辦法去接觸他們 那他們個別都有在理念上 或者經濟上的這個跟他的相聯繫 所以我認為一定會多少受到這個北京的這個影響 我不敢說絕對的 那郭台銘下來以後 他現在成立智庫 智庫就基本上有可能會幫忙 不會幫忙派 因為幫忙國民黨候選人 只是說看國民黨方面 韓國瑜怎麼跟他再進一步協調 所以其實郭台銘的後續發展不能小事 至於說這個蔡英文是不是撿到槍 我覺得應該這麼講就是說 其實當北京這樣做以後 會讓更多本來對蔡英文也許有批判的 綠的或者這個淺綠或者比較淺藍 他可能覺得說這根本是北京無理的對待 那今年年初1月2號這個習近平提出 這個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顯然香港的例子告訴我們不用太多辯論 一國兩制是基本上是已經不會被接受的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更相信 蔡英文做的決定是比較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而且包括上美國也很極致支持 但是蔡英文現在維持現狀 那台灣有更多人是比較相信美國的 尤其跟美國都有一些文化經濟 或者是教育上的聯繫 所以總體來看我覺得北京這樣做的話 應該是對蔡英文來講是得分 是得分 所以我想總體來講當然要看後續的發展 後續蔡英文還是必須要把他的內政做好 那至於說外交兩岸 當然我想大概差不了 這格局大概差不了多少 好 謝謝 贏教授 接下來請蔡先生談一談 就是贏在華盛頓這邊 對華盛頓這個僑借的情況可能比較了解 對 就是說這個僑借 華盛頓 美國 這僑借對於郭台銘的退選 是一個什麼樣的看法 這個非常複雜的感覺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很高興說發現這個藍營合一 但是就是覺得說這個失去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也是一個很難 不過最主要就是因為韓國也可能下個月會來到華盛頓訪問 所以大家可能會集中力量支持他 起碼能夠讓這個藍營的氣勢再起來 這樣 那麼這個我是我目前看到他們大家有在做 不過能夠做多少呢 這個就是一個因為很多人已經買了機票要準備回台灣投票 那麼這個現象目前看起來是蠻積極的 能夠有多少的影響力的這個是這個可以存疑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積極努力就是盡量在做 能夠盡量做 目前看起來的話 僑借上還是比較很關切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前途 關切這個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那個希望那個能夠有往好的方向走 僑借比如說支持綠營的這個僑胞 對於這個郭台銘的退選 是不是怎麼看 我的感覺目前我聽到了的話是說 覺得說其實這一部分本來就沒有影響到綠營多少 但是是不是說真正說他退選了以後能夠 這個是這個 只能說是指藍營的票數減少 但是並不可能說是這個綠營的增加很多 好 接下來請台北的嚴建發教授來談一談 就是曾經有人說過說這個郭台銘啊 是這個北京方面是比較喜歡的一個人選了 但是現在是郭台銘說退出來了 顯然與這個人的這種說法是不一致了 那這是代表著說這樣的一個話的人是信口開河呢 還是說北京利用其他的這個方法呢 來真的是像在台灣我知道有很多人說這個北京要試圖干涉台灣的這個大選 我覺得北京基本上是要玩這個養魚政策 就是說我多養幾條魚 這些魚都可以咬蔡英文的 那哪一條魚是上來的都可以抓 所以當這個郭台銘氣勢很好的時候 他當然舊人會去跟郭台銘接觸比較多 當郭台銘下來以後他們就會調整 我想可能會現在會壓寶在這個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想他應該也會去勸這個郭台銘在某些方面合作 因為郭台銘畢竟有很大的事業在中國 而且跟他們有一些人的關係 我相信郭台銘也是事實務的 他是從商的一定是利益看得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可能接下來會有很多私下的這個運作 尤其郭台銘要弄個智庫 這會花很多錢在上面 然後拉很多知識分子 或者一些在政策上對國民黨比較有益的 這個做法 我想應該慢慢的藍營 藍營應該會慢慢整合回來 只是說這裡面又涉及到美中之間的一個博弈 我想現在很清楚 美國很清楚 當這個韓國瑜上來以後 絕對是台灣往中國傾斜 那我認為就一般嘗試的見解來講 美國應該不樂見韓國瑜上 當然美國都是走兩黨的 他這個尊重兩黨 可是我相信他心裡頭應該不希望韓國瑜上 韓國瑜上的話 對這個他來跟台灣接觸總是有個隔閡 包括說技術移轉 包括一些國防機密或者軍售等等 這都會也是一個障礙 所以我覺得可能 美國在這方面應該會再持續的給現在的政府 執政黨更多的這個實質上的這個或宣誓上的這個助力 當然美國不會長得很白 但我相信他會以行動來表示 好 謝謝 這個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目前 從這一次這個這個一個禮拜 兩個國家斷交來看的話 北京比較高的當局 應該是已經不care台灣的選舉結果如何 OK 並不像這個想說會比較偏誰偏誰 我想國台辦的成績的可能會說 我比較跟誰接觸這樣 但是事實上來講 他們最高當局已經不care 所以他們已經不care這個 你有幾個邦交國怎麼樣 他們的層次完全是已經在中美之間的博弈 跟那個所謂的中美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競爭上面來作演 好 謝謝蔡先生 接下來我把時間再交給台北的主持人 葉博弈請他繼續請教兩位來賓 博弈 好的 謝謝林森 那麼首先還是想請教在華府的蔡德良會長 就是當然這個 我們在台灣還是比較關心台灣的選舉 因為未來不管是誰出現 未來四年還是必須要面對這個北京當局 在這個藍營方面在郭台銘退選之後 很多這個郭粉的老虎軍團 都說他們沒有辦法支持韓國瑜 我不知道您剛有分析到僑界 您說這感情很複雜 我不知道僑界支持郭台銘的人 是不是也是在挺韓上有一些疑慮 那麼另外呢也就是發現這個 當這個郭台銘退選之後呢 如果是藍綠對決 也就是韓國瑜跟這個蔡總統來對決的話 這個蔡總統的這個民調 不管是哪家來做都是節節的上升 而這個韓國瑜是目前是逐漸的下滑 那麼您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否代表說郭粉跟韓粉 它的組成的成分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要融合也是很難的 另外一方面是表示在國民黨方面 這個互相整合是有點困難的 即使這個有這個藍營內部說 只要歷史經驗來說呢 只要藍營分裂就一定是敗選 那如何避免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說現在還有一個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還搞不定 他還是這個不鬆口要選到底 關於這種種的事情在藍營方面 不知道您是怎麼來看的 首先我們講說從回到比較之前來講 本來這個去年的地方選舉 尤其高雄市的選舉 這個韓市長大勝 那麼其實那時候 他的名義跟聲望都很高 所以那個時候是支持 我覺得那時候很多的藍營人 覺得他們都是支持韓國瑜的 這是沒有話講 後來開始要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韓國瑜說選說不選的時候 結果有人支持郭台銘出來選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覺得誰比較好 那時候就分成兩派 分成兩派 就是藍營的人分成兩派 就是有人支持郭台銘 有人支持韓國瑜 我覺得這是很健康很理性的一個分歧 因為那個時候是初選之前的事情 那麼那個時候 但是由於韓粉過度的激情 所以使得這個支持郭台銘的人 會變成沒有辦法講話 變成比較隱性 在藍營裡面比較隱性 這個時候 這種分歧的話 就變成產生一個更大的心結在那裡了 那麼這個時候 你說到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郭台銘退選了 然後是不是說 藍營是必須要 一定要結合在這個團結在心結下面的 那就很困難了 那麼所以你剛才講到說這個 老虎軍團會不會這個 我想最主要就是 從以前來講 以前來看的話 好像都是藍營的支持者 但現在郭台銘因為有掌握到很多的 譬如說年輕人的一票 還有本來不支持郭台銘 不不支持韓國瑜那一票的人 所以這一批人呢 跟這個本來的鐵韓粉 是不是一致的呢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那麼目前呢 怎麼樣把這些 這個本來支持郭台銘的人 能夠轉過來支持韓國瑜 那就是要靠韓國瑜本身的 這個表現跟努力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呢 我覺得呢 目前呢是相當困難 因為主要還是因為 韓國瑜的這個粉絲們 真的是在之前的這個動作上 做得太過火了 那麼使得這些人難以接受 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既不來也不利 我就是不依依支持 這個時候你怎麼樣去把它收 把這個心收回來呢 那麼就是要另外一方的努力 不過這目前看起來是相當 是相當困難 因為我想這個行政資源也不在你手上 你這個 你提出來這些政見什麼 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反而是郭台銘那時候提的 新的政見是比較有的東西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除非他能夠把郭台銘現在拉回來 或者這個目前這個 這個情況是很不太不太理想的 好的 謝謝蔡會長 那麼回到台北請教 就是剛剛我們請蔡會長分析 藍營的這個情況 那請您看一下這個 目前藍營內部對於他們這個分裂 還是無法整合 只是無法整合 是一直憂心忡忡的 對於立營來講的話 您覺得這是不是 這個一個目前看的態勢 是不是一個團結的立營 剛剛您說了 對上一些分裂的藍營 那目前看起來 藍營好像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整合 剛剛蔡會長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彼此的心結還是很難抹平 那麼這個未來還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到一句大陸話之後 說這大陸人常常會說 看誰能夠笑到最後 您覺得蔡總統能夠笑到最後嗎 選舉這個一夕豎變 尤其去年年底的選舉今天告訴我們 其實有些東西民意如流水很難測 但大致上目前 如果是明天來投票 我想蔡英文機會很大 但是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真的不敢這麼往下斷言 但就藍營來說 他現在目前的問題 除了是粉絲以外 還有就是他上層的權力分配 其實是有問題的 設想 為什麼這個侯友宜不去幫這個韓國瑜站台 因為假如說 這個國民黨選輸的話 侯友宜就變成是最大的諸侯 那韓國瑜上來以後 這個侯友宜就變退去第二 所有人都下來了 而且韓國瑜以前是被丟到邊垂的 所以他另起爐灶跟地方派氣結合 那其他過去這個在中央的 台北的這些藍營大佬 那恐怕他們就會失事 所以在這個權力上 權力分配上 或許還是有一些解釋 可能就沒辦法打開 因為這次不只是總統選 還涉及到立委的選舉去 然後往後各種 縣市長或市議員等等的分配 還有很多權利 還有很多利益在 所以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謝謝 好的 謝謝兩位來賓 繼續把現場交給鈴聲 好的 謝謝博弈 謝謝剛才嚴教授 好 那麼我們現在又收到了一些 觀眾和聽眾朋友和網友的一些評論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位叫做Dumb Free 就是Freedom了 看看台灣社會現狀 中國國民黨享受著台灣 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的空氣 卻時時刻刻出賣自己的靈魂 說這樣的倒 黨不倒才怪 好 這個是叫什麼 蔣介石 這名字起得有點意思 請問蔡德良先生 說蔡英文跟民進黨確實很無能 但沒有不跟北京磕頭 又不花大錢的條件 能拓展我們的外交 好 下一個是Adam Book 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誰能向世界提供價值觀 主要看實力 主要看發展 那麼下一位就說呢 說就算台灣一個邦交國都沒有 難道台灣就毀滅了嗎 台灣有150多個免簽證的國家 這就是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承認 好 接下來又是剛才那一位 叫做蔣介石的 說邦交國對國民黨比較重要 因為他們要中華民國 說一般的台灣人不要 尤其是花幾十億去收買 那就更沒有必要了 好 下一個是叫做Gary Gu 說台灣不必為所謂的 在邦交國的數量而擔憂 那麼中共國不斷地挖腳 說台灣則要更加堅定自己的 立場和道路 絕不能向邪惡的政權低頭 讓流氓知道台灣的理念和決心 下一個還是Adam Free 說郭台銘本質上還是一個商人 一個以結果為導向的商人 退出選舉也是基於利益優先的考量 至於黨派之說只能表現而已 不能當真 好 下一個是叫Sing Ming 台灣整天都在討論藍綠問題 那麼在野黨存在的意義 就是為了反對執政黨的所有的決策 這就是多黨制的根本的問題 反對派不能讓執政黨成功 不然他們就選不上了 好 下一位是 不管是中華民國 還是無論是台灣國 只要是多數台灣人民的選擇 那就是民意 好 這是我們一些觀眾朋友的這個留言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就請我們兩位來賓 各自來做最後的一個點評吧 先蔡先生開始 我想這個 目前看起來其實兩個問題合在一談 就是這個邦交國減少 跟這個台灣的選舉情勢 目前看起來這個 我所了解的 那麼北京已經不管你這個台北 是誰選上了 因為他們已經培養出一套東西來了 但是我的了解是 在台灣 我們民進黨自己的本身 對蔡英文的執政是沒有信心的 因為他們的基層的反應很明顯地告訴大家說 這個蔡英文的執政是很差的很不得人心的 所以這一次 去年那個選舉已經顯現出來了 那今年怎麼樣 為什麼會變得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這加入一個所謂的國際因素 外力的因素 去年這個選舉是比較沒有外力的因素的 所以這個差別在這裡 那麼這個外力因素就是剛才講的說 所謂的邦交國多少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撒錢 其實據我所了解 中華民國已經在好多年前 已經不做這種撒錢的外交了 那麼那時候就因為這個就是 馬英九是跟北京是有一個協調 所以讓大家可以說 不用在這方面花力氣 那麼其實那個是對台灣 因為過去20年我想 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這個國力的提升 就很快很快 所以使得這個 你台灣跟大陸的這個差距會來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情況下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做一個比較協調 來守住自己的這個形勢 而不是繼續地在對抗 繼續地對抗對台灣沒有什麼好處 好 接下來時間給閻教授 您的最後的回應 我剛剛聽到一個觀眾朋友的話 就是基本上郭台銘是商人 所以我在很早以前就跟一些學生 還有朋友談說 郭台銘是選假的 因為當他選上的時候 他怎麼面對川普跟習近平就是困難 當他選上以後怎麼面對兩岸關係 就是一個所謂的順的故意逆的少意的困難 與其這樣他不如他沒有懸上 但是他來參選可以增加他的曝光度 對他的企業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而且他現在還要轉入做這個智庫 他其實還是要操縱台灣內部的一些 政治經濟的走向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很早以前我就說他是玩假的 第二個就是說民進黨對於蔡英文 是有很多的責備沒錯 但是不是沒有信心 因為本來民進黨就是一個民主進步黨 我們常常有很多批判 林教授 非常抱歉 謝謝 我們時間不夠了 只能讓您談到這兒了 好了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這個海峽論壇 到這裡就結束了 非常感謝台北中廣新聞網的葉博弈 那麼來不及觀看我們的這個節目 和討論的這個聽眾和觀眾 可以收看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 這樣的視頻 並且給我們留言提供建議 我們的網址是voachinese.com youtube.com slash voachina 還有facebook.com slash voachina 好 談論海峽大事 鎖定海峽論壇 台北和北京時間 每個星期一天的晚上9點到10點 播出海峽論壇 我是林森 祝您晚安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